银色轿车窗户被砸破一个大洞 低头一看 连后皱镜都被打断掉在地上 好端端把爱车停放在餐厅停车场 却成了这副模样 实际回到现场 地上还能看见被打破的玻璃 所以偏似散满地 学号下午三点多 在新北市领口中北三街移住餐厅的停车场 客人假日来参加喜宴 疑似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纠纷 被害人当时把车停在餐厅停车场的这个位置 但他疑似是挡到了其他人的去路 等他检测时发现车已经被砸烂 还好第一时间是有民众向他指认动手的嫌犯 理性被害人叫车无故遭砸毁 第一时间热心民众向他转述 当时看到一辆白色轿车 驾驶手拿红色的球棒打破他的玻璃 让他立刻到派出所提告回损 发生当下翘翘有路过民众目睹 将犯嫌车号记下 本所已车追人 目前已锁定犯嫌 爱车被打破被害人公称不认识对方 警方已经锁定嫌犯 但到底实际动机为何 还得等人到案后才能查明白 TVB新闻王景伦 加安曼新闻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和我顺民工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